距离11月6日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只有4天时间了 在非常重要的摇摆州为纪尼亚州 学民们多次将有关呼吁 停止中共活摘器官的信函 递送到两党总统候选人的手上 停止活摘器官的行动标志 也大量出现在网络和各种的公共场所 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认为 活摘器官问题应当成为美中对话的核心 美国总统大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非常重要的摇摆州、弗吉尼亚 两党总统候选人频繁地出席各种造势活动 而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话题 也成为选民们关注的焦点 他们多次将指控中共活摘器官的信函 直接递到两党候选人的手上 希望他们在历史关键时刻 能够公开关注这一反人类暴行 与此同时 呼吁停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视频节目 正快速通过网络媒体流传 停止活摘器官的网络行动标志 也出现在各种公共场所 甚至还有特别制作的真相拖车 行驶在大华府地区的公路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种最厉害的事 一种最厉害的事我们听到中国 我们必须提出这些问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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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我们的讨论和北京 这整个问题 的务场地务 的荷养荷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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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是一种经浏的问题 张家敦还表示 奥巴马和罗姆尼应对中共的挑衅 与随时崩溃的可能做好准备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